你好,我董正隆 在這則教學當中呢 我們要來示範社群自動回復機 Instagram版本呢 要怎麼樣來設定 在你的Instagram的貼文呢 自動回復你指定的關鍵字 好,所以呢 在你登入我們的軟體之後呢 來尋找一下 Instagram Auto Reply這個標籤 然後呢,接下來 呃,點擊這個 這個前提是你要先 根據我們前面的教學呢 匯入你的帳號 然後成功帳號匯入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一個 這個帳號清單這邊你可以看到你的帳號 然後接下來你點擊呢 留言 自動回復 這個標籤 好,那呢在這個 標籤裡面呢,它會有一個很基本的 統計功能告訴你呢 自動回復啟用的貼文的總數 好,像目前為止我再 一則貼文 一則Instagram的貼文 好,有啟動 這個自動回復的功能 好,那這個呢 貼文不是每一則貼文都是自動 啟動的齁 所以呢,你可以手動的去選擇 那呢,這個是自動回復 已寄出的總數 也就是說呢,我們系統已經自動幫你 呃,回復了幾則留言這樣子 好,那 那這裡啊,你點擊的話會有 貼文自動回復的報表 就是統計齁 就像我現在這樣點擊齁 它會列出呢,你所有呢 齁,有啟用這個自動回復功能的貼文 好,那你可以點擊這個貼文編號這邊 直接到你的Instagram呢 它就會直接引導到呢 你的這則貼文齁 那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統計功能齁 然後,呃,我們有已寄回復的總數 好,然後隱藏留言次數是 我們有一個功能是可以自動隱藏一些負面的關鍵詞 好,然後也可以自動刪除一些負面的關鍵詞齁 那你可以隨時的去編輯這則貼文 好,你可以查看這個貼文的報表 好,甚至刪除這則貼文 或暫停這項活動 好,或者是再去看它的 詳細的統計分析齁 甚至有一些錯訊息都會告訴你齁 然後呢,最後呢,回復時間 我會跟你講 最後一則系統自動回復留言的時間 好,那我們先回到上頁 然後呢,這個是報表 但是如果你要啟動你的貼文 那個順序是這樣子 首先呢,你可能要先透過你的手機 然後發表 就手機齁,就手機選好照片 然後呢,內容先打好 好,打好你要 例如說我要舉辦一個留言 然後抽獎的活動 那你先把內容打好之後 發表到你的Instagram帳號 然後接下來呢,你再來點擊呢 這個取得最新貼文 設定自動回復齁 所以你再點擊這裡 這個時候呢,我們的系統 就會去抓你剛剛最新發表 或是你所有的貼文 好,那,例如說在這一則貼文呢 在前面這則貼文呢 我已經有啟用了 所以這邊會顯示已啟用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有綠色的啟用自動回復 這些都是還沒有啟用的 好,所以呢,我可以 任選齁 例如說這一個是我剛剛 剛剛才發表的 所以他剛剛抓到 好,那如果我點擊這一串媒體編號 我是會直接連結到我那一則Instagram的貼文 好,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隨便PO一張照片 然後呢,我呢,就打上一些 這個是在手機上先打上一些文字 好,然後呢,接下來 我就可以去設定呢,這個貼文 因為呢,這個Instagram的電腦版啊 還不能讓你直接在上面去修改你的文字 所以呢,你還是得先透過你的手機齁 好,先把這些文字打一打齁 如果你之後要編輯這些文字 你也要回到你的手機去修改 好,那我現在呢 就是以這一則已經啟用的齁 如果你點了之後它就會出現這樣 好,那我這邊示範一下 如果我啟用自動回復 好,那你就會看到這個以下的介面齁 好,那這個 我們現在呢,以這一則貼文來 給你看一下我是怎麼設定的 好,那我就點擊編輯 好 好,所以呢,第一個啊 你可以做的就是呢 你想要怎麼處理負面留言 好,這個就是,這個功能是選擇性的 就是說,如果呢 呃,你可以指定一些關鍵字 好,那如果有人呢 呃,留言的話 留言這些關鍵字 他就會,這些關鍵字呢 你可以把它自動隱藏 或者是自動刪除 好,例如說 呃,如果他有罵你啊 然後一些 常見的齁,關鍵詞 這個在網路上 應該也都找得到齁 如果你要 去上網搜尋一些 台灣的髒話啊,什麼的 齁,把它整理好 如果你要用這個功能的話呢 你會需要呢 打字,然後接下來呢 用 英文小寫的痘號齁 就是這樣小小的痘號 然後去區隔 齁,然後呢 去區隔 區隔每一個字 齁,這樣子就可以了 齁 齁,所以用 英文小寫的痘號去區隔 齁,那如果你不要用這個功能呢 你就 你就把它留空白 這樣就可以了齁 那呢 接下來呢,你要選擇 你想要重複私訊給同一個用戶嗎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時候 同一個用戶他會 不只留言一次 那他每一次留言 你都要回覆 你都要讓系統 重新回覆一次給他嘛 你可以自己選擇齁 那如果你選擇 那如果你選擇 NO的話 那 那他的留言呢 就只 只會 系統只會回覆一次給他 如果你選擇 YES的話呢 那他每一次留言系統 都會 留言給他 這樣子齁 都會根據你的設定 留言給他 那我現在先選 然後呢 那再來 呃 你想要 在回覆留言後 自動隱藏此留言嗎 這個是選擇性的 就是說 你希望大家都看到 這個系統的留言嗎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留言 數很多 就是都是 內容都是一樣的 齁 那 呃 你在舉辦活動的時候呢 你如果 建議別人覺得說 啊 你這個好像機器人在貼的 什麼留言都一樣 這樣子齁 那你可以選擇 YES 就是把它隱藏齁 你想要再回覆留言後 自動隱藏此留言嗎 那這樣子基本上呢 如果你選YES 就只有 那一個人 他會看得到你的留言 其他人看不到這樣子齁 所以呢 這個是由你自己決定 好 那我是選NO OK 那接下來你可以選擇呢 你要針對 全部人留言 還是針對呢 某一些關鍵詞呢 才發送留言的訊息 好 所以呢 呃 這個意思很簡單 就是說 如果你是點選 針對全部人的訊息 好 那 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啊 只要在這個貼文底下 不管那個用戶 他留言任何的內容 齁 那你都讓系統回覆 你指定的這些 這些訊息 好 這是無差別式的齁 那我那一則貼文呢 事實上是要指定一些關鍵詞 所以呢 我就選擇篩選關鍵詞 才發送訊息 這一個選項 那如果我要用這個的話 我就點這裡嘛 然後 接下來呢 自動回覆的名稱 你要先設定齁 這個 這個 這個內容齁 這個抽IG回覆機一年分 這個只有你看得到 這是方便你要尋找這個活動 的時候 你有給他命名齁 所以這個隨便你寫 那我要使用的是篩選關鍵詞 這個功能 齁 那一樣齁 這些關鍵詞呢 你可以用小寫逗號 那呢 呃 例如說我通常 我是指定說 我要IG自動回覆機 但是呢 我怕說 有些人呢 會打錯字齁 他把大寫IG 打成小寫IG 所以我又重複了 我用小寫逗號齁 把區隔開來 然後再打一次 就是我要小寫的IG 自動回覆機齁 原則上他只要留這兩個言呢 好 系統就會自動回覆他 以下的訊息這樣子齁 那呢 這個以下訊息呢 我這邊呢 我這邊呢 呃 就 等一下齁 我來看一下這個訊息齁 我事實上啊 在這一則帖文裡面 我會留這一個訊息說 欸謝謝 請追蹤此帳號 因為得獎者會公布 會公布在此帳號中 好 OK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去要求呢 去增加別人 好追蹤你的數量 好會非常有效 所以呢 我這邊呢 就不打了啦齁 呃 不過我這邊好像 好像 好像還是要付一下 呵呵 因為我剛剛按編輯的時候 這些文字好像沒有了 消失了齁 所以 例如說我就這樣 這樣回覆齁齁 那呢 你在回覆訊息的時候啊 你可以帶入他的帳號 他的用戶名稱 你可以標記這個人的留言姓名 你可以看到呢 我這邊呢 是帶入他的帳號 就是他是什麼帳號 我這邊就 帶入他的帳號 這樣子呢 他會呢 在instagram會通知他 有人 回覆給他 所以我點擊帳號 好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變數齁 跑出來 然後你把它貼到最前面 然後空兩個 然後打個冒號這樣子齁 這樣子呢 就會出現這個效果 到時候呢 他的帳號就會自動抓取 好 那如果你要去 標記這個留言者齁 你也可以 可以用這個齁 就是tap他齁 那他 他就會被instagram通知齁 那你也可以用表情符號 你看到這邊 我們有內建很多很多表情符號 給你齁 OK 那呢 再來就是 呃 如果呢 那些人沒有輸入對這些關鍵詞怎麼辦 好 那這時候呢 你一樣齁 你可以回覆給他說 喔 不好意思請重新輸入一次齁 或是請 請輸入正確的關鍵詞 類似像這樣 你也可以完全都不回 就像我這邊我就留空 留空的話 他留錯了系統就不會回覆 所以在這次的貼文中 齁 你就會看到呢 例如說這一個人他 回覆我要IG自動回覆 他少打了 你看這兩個人都一樣 我要IG自動回覆 他少打了一個機啊 我要IG自動回覆機 你看 如果他要打 我們系統就會留言給他 好 阿如果他少打一個字 或打錯 或是有多一個空格 我們的系統都不會留言給他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人也是一樣 我要IG自動回覆 那他沒有打機 好 所以系統不會回覆給他 好 有 有些人就會沒有 複製完整 或打錯 你看像這一個人 他就打到小血 剛好我有設定 如果他打小血 那系統還是回覆他 像這個人多打了一個0 那系統就不會回覆他 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設定這些關鍵詞的時候 你要考量到 有些人可能會打錯字 而且事實上常常人們會打錯字 呵 但是呢 你就盡量考慮 所以我在這邊呢 我就沒有特別再去設定回覆 那你也可以設定回覆 那這個是針對關鍵詞 阿如果是針對所有人呢 他就不會出現這麼多選項 他就是統一一個選 就是統一回覆訊息而已 因為這時候沒有再針對 這時候就不會出現這個選項了 如果沒有 找到匹配的關鍵詞 因為這時候 你根本沒有使用 篩選關鍵詞 所以呢如果我現在點 喔 我是怕我現在點擊他會消失 看一下 你看我現在點擊的話 他就只會出現留言回覆訊息 這樣子而已 好我再把它變回來 這時候 好險還在 好 好那 你能不能篩選更多組關鍵詞 答案是可以的齁 這邊還有更多齁 你看如果你還需要加更多關鍵詞的話 這邊可以新增更多關鍵 更多篩選齁 好有沒有看到 這邊還可以 加更多的關鍵詞齁 阿事實上如果你有超過一個以上的關鍵詞 你用小寫都號這樣隔開 其實就可以了齁 所以這個功能呢 你們 齁就是 你可以自己斟酌 這個會變得比較複雜一點 例如說 呃 如果他對方留言這個 那你系統就回覆他這個 阿如果對方留言另外一個關鍵詞 你系統就回覆他另外一個關鍵詞 好 那這個 這個功能可以拿來玩什麼 就像你之前在Facebook 應該蠻常看到人在 玩那個 玩那個 叫做 心理測驗 好那我們也可以設計心理測驗 就是說 如果呢 他現在 呃 這個心理測驗裡面有四個選項 叫A B C D 然後呢 他只要留言A或B或C或D 那呢 我們系統就會自動私訊給他答案 好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用這個功能了 你就可以說 A 齁 這裡的篩選關鍵詞 這裡你就寫個A 然後呢 這時候你就 回覆給他這個訊息 然後呢 這個 就是B 然後你又回覆他另外一個結果 齁 然後心理測驗結果 然後這時候你再加 好 這個是C 然後呢 再回覆什麼結果 換句話說呢 你可以把 在Facebook 貼文呢 他們在玩那些 就是 抽獎活動啊 還有留言就會送你什麼 免費贈品啊 還有 就是 玩一些心理測驗啊 你可以把它原封不動的搬到 Instagram這邊來 這個就是呢 這個軟體強大的地方 因為呢 這一種貼文模式呢 已經呢 被證實是非常非常有 感染力齁 非常有散播力到的齁 所以呢 這個呢 在 至少在台灣地區齁 我們應該 超級行銷公司應該是 第一個 至少我還沒有看到其他的啦 所以 齁 如果你有發現可以再 讓我知道 但是呢 我們應該是 不是第一個 就是很前面齁 齁 然後呢去推出這個 Instagram版本齁 的自動回覆齁 的功能 的公司齁 那 所以呢你可以新增齁 那 那當然你 這邊好像沒有辦法把它刪掉齁 沒有刪掉沒關係齁 你沒有要 打任何字你就留空就可以了齁 好 那一旦都OK之後 你就按儲存 右下角 好 所以呢 儲存好之後呢 你的 這一則貼文就已經上線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開始呢 齁 就是 通知你的粉絲齁 來 來玩這個遊戲了 那 或者是這 來玩這個自動貼 自動回覆的 抽獎活動齁 等等 那你最後如果你要看分析呢 你就點這裡 好 這個分析齁 他就會顯示出來 多少人跟你互動啊齁 觸及人數 接觸到多少人齁 那這個呢 也是觸及齁 這是觸及到人齁 這個人是 呃 有些人在他的貼文有看到齁 等等 好 那有沒有人去儲存 你的貼文齁 把它保留下來齁 有多少人 好 那 這都OK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關閉 好 那呢 你一樣齁 再說一次 你可以到貼文 自動回覆報表這邊 來看呢 你所有的這個 有啟用自動回覆的貼文 好 然後在這邊你隨時也可以編輯 然後查看這個報表齁 你看這樣這個報表呢 是 就是 真實的齁 這個系統呢 每一次 回復給誰齁 然後呢 留言回復狀態 成功 success 就是成功齁 然後呢 它會全部列出來齁 然後呢 這個分析呢 是另外一種齁 就是我們剛剛看過的這種 好 那你也可以暫停這個活動 刪除齁 如果你活動結束了 你當然就可以把它暫停 或者是把它刪除齁 如果你不要刪除你就把它暫停這樣子 這樣子 系統就不會 第一個 他不會再 再次的去回覆這些人 好 那有些人他可能 活動都結束了 他還在這邊一直留言 那系統還在一直回覆他 他以為他 還有機會這樣子齁 所以我們會建議你呢 活動如果已經截止了 你就來這裡把它暫停 或者是把它刪除齁 暫停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好 那 這個呢 就是 留言自動回覆的功能齁 好 那我們下次教學呢 會再教你呢 更多 的功能 OK 我們下次教學再見 拜拜